我們今課就和大家學習一下 有關一個中醫亡診的很重要的課題 就蝕診了 蝕的意思就是蜜 我們去看中醫的時候 中醫師都會打個口看看蜜 那究竟那條蜜是要看什麼的呢 怎麼去看呢 從中可以怎樣去辯證呢 我們終於看過條蜜之後 怎麼去辯一些基本的證出來呢 所有的內容都可以在蝕診這一個篇章裏 就學習到的 當然在課上講的內容 通常都會比較簡單 直接一些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研究蝕診 其實就可以再深入去看看 那本中醫診段學的書 又或者借一些蝕診圖譜 蝕診圖譜去研究一下 有的 圖書館有一些專門叫做蝕診的原色圖譜 那它那些相片的顏色 就最接近真實的 因為望蝕診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顏色 是吧 如果顏色有偏差呢 那變了會有少少 在判證上可能會有存在誤差的了 那蝕診呢 其實就很早之前在中醫裡面都有記載的 最早就是皇帝內經 大家都清楚了 皇帝內經是中醫一部很古老的專注 有兩千多年了 那它裡面曾經有記載到一些蝕診的特徵 例如素文 素文就是皇帝內經的一個部份 曾經記載了叫做肺熱病 肺熱病 其實就是類似一些肺炎發燒的病 肺熱 肺熱的時候呢 那個人呢 就會出現那些 即是起雞皮 起雞皮 豎起那些蠔毛 其實就是起雞皮的意思 即是通俗些例如 烏風寒 即是很怕冷 他不是說一定是發高燒的 他有這樣的表情 首先表現出來 首先怕風 起雞皮 但是呢 在那條蜜上面呢 它有反應了 蝕上王是什麼意思呢 蝕上呢 其實就是蝕胎 大家知不知道蜜胎是 大家有沒有觀察自己的蜜胎 是吧 那個蜜胎呢 有口有薄 有黃有白 有灰有黑都有的 蝕上王呢 還是黃色的胎呢 我們在五色主病之中呢 其實講到呢 有一個黃色是 脾胎啊 或者有濕痛那些 是不是 其實這個黃呢 這裡所有的黃呢 其實蝕胎黃呢 就代表濕加熱 熱 在蜜胎的黃色呢 就代表熱的了 大家記住這一點 如果身體沒有熱呢 它的蝕胎就是白色的 是 是 那就是代表肺很熱呢 肺胃都熱了 蝕胎就變黃的意思 這裡呢 其實講解了有一個病的發展 又表入到它裡 其實病是腫了的 那一開始那條蜜胎呢 那一開始那條蜜胎呢 可能是白色的 後來就慢慢轉成黃色呢 就是代表它的病重了 那換言之的話呢 我們去觀察一個人的蜜胎呢 就是 首先 我們會發現 如果病初期呢 那條蜜胎還是白色的 過了幾天之後呢 它的蜜胎就變黃色的了 那就代表了它的病呢 就是由 表 即是很表淺的地方 就入到身體比較重一點 入一些的地方 還有呢 就是由寒變成熱 有這樣的轉化過程 那這個就是很早的時候記載了 那蜜胎有沒有原理的呢 有的 即是我們任何 要用一樣東西去分析 它的病呢 都知道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很多身體的經脈呢 是通到那條蜜上邊的 即是比如我們 我們終於所講蜜胃心治療 這個大家應該學過的 是不是 那還有呢 很多經脈都連接去蜜 那所以呢 我們看那條蜜呢 其實就反映身體的狀氣的變化 那其中呢 有 有不同的 位置 那條蜜 那條蜜 這裏呢 有一句話呢 我希望大家記住的 舌尖 是屬於心肺 舌中就屬於脾胃 舌根就屬於肝臣 怎麼去理解這裏呢 一條蜜 一條蜜 伸出來 伸出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舌尖就是這個位置 舌中間就是這裏 這個中間 還有呢 舌根 舌根就是這個位置 是吧 那有分的 舌尖呢 就是哪裏呢 這裏講了 是不是心肺 舌中間是什麼呢 皮胃 這個是舌根根部 就是哪裏呢 乾腎 是不是這樣寫 好了 是這樣的分的 那分有什麼 對我們判證有什麼幫助呢 我們看那條蜜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看那條蜜的顏色 如果它的蜜尖是特別紅呢 就代表心和肺有熱的了 那如果整條蜜都紅是怎樣 那可能就是 心肺 脾胃 或者是肝臣 可能都有熱的 那還有呢 我們看舌象 還有一個舌胎的 通常呢 舌尖那些位置 就很少舌胎 你們可以自己照一下自己的蜜 你發覺舌尖就很少舌胎的 但中間就通常會有的 邊都很少的 邊都很少舌胎的 根部也是有那個舌胎的 是啦 好 那如果是蜜中間的舌胎特別厚的 那代表就脾胃的功能 混化就很差的 舌根的蜜胎如果厚呢 又是代表肝和腎的狀況不是太好 所以在一條蜜之中的話呢 我們首先要清楚 我們看它的位置 顏色 代表了什麼狀氣 這個主要是關乎五狀 是啦 所以這句話大家要記得先 好 還有呢 因為那條蜜呢 有沒有反映出身體的狀況呢 就要看蝕體的型質 蝕色等等 即是說那條蜜的顏色其實很反映血氣的 大家如果看得多呢 你就會發覺那些蜜的顏色也有不同 有些人那條蜜呢 就很淡白色的 沒有什麼血色 那代表什麼呢 很簡單一樣東西 氣血不足 但是有些人那條蜜的顏色很深紅色的 又代表什麼一回事呢 可能是一些 乳血阻滯在身體 又或者是身體有好有熱 那這個呢 可以在那裡蝕體和蝕色有反映 那蝕胎呢 又反映什麼呢 蝕胎就主要反映出 身體的水份多與少 還有它哪個狀氣出現了問題 有些人那條蜜胎呢 就很厚 還有很乾的 那乾的意思其實代表了 瘡液不夠的 但有些人反過來 那條蜜的蜜胎就很水滑的 那很濕味的那些感覺 那這些呢 就是代表身體有失氣的了 那這裏的話呢 其實是我們 一會兒會分開來講分開學的 好 那在蝕診之前呢 略略大概要知道一下 望蝕的一個方法 和一些注意的事項 通常我呢 就要留意一件事呢 就是對著那些光線要 折光 光線要充足 不要在一些 有顏色的光線上去看 不是吧 顏色會變化了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這樣的 望那條蜜呢 有些人很緊張的 新的蜜出來呢 就伸得很盡的 伸得很長的那些這樣的 那其實是不正確的 正確來說呢 伸的那條蜜呢 是要怎樣呢 首先要放鬆 伸 那條蜜呢 輕輕搭在下順 然後慢慢伸出來 覺得自然放鬆 那就夠了 有些人呢 怕死看不到他們 舌根呢 叫那個病人 要新好出過呢 那其實就不太對的 因為那條蜜呢 越伸得 越緊呢 它的顏色會變化的 就好像一個人 他很大力地捕 就是 比如他大便 便秘 拔不到大便 他很大力捕 捕的時候呢 他的臉會發紅色的 是吧 或者拔河的時候 你們見到他很大力扯的時候 通常人的臉都變色的 變成紅色的 一些血氣常湧 那條蜜都一樣的 那所以呢 蜜呢 就是輕鬆地放鬆伸展 舌面平展 舌尖略向下 那這些的話呢 基本上看得到 他整個舌體就可以了 包括舌根都看得到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那個人很緊張 我伸那條蜜伸得好 好像很繃緊 那怎麼辦呢 就叫他合上口 然後休息一下 再伸 再看 就留意一下這些內容 那忙舌的方法 怎樣去忙呢 有一個順序的 一般先看舌尖 然後舌中間 舌的兩側 最後就看舌的根部 是啦 那這個是部位的 看部位的 第二個呢 就是 看舌體的色質 舌體呢 舌體呢 就是那條舌的本身 就叫舌體 舌的上邊呢 那些胎呢 我們叫舌胎 是兩個部份來的 就是看舌的顏色 即是質地之外 還要看舌上邊的胎 是啦 那這些的話呢 就是 當然我們看熟了之後呢 其實就 一眼看光了 沒有幾多東西看的 就是 部位就 那麽多 但是舌象的變化 可以是千變文化的 你要知道它的變化 還有呢 如果你 有一陣子的時候 看到那些舌的表現呢 跟它的病性 似乎又不相似的時候呢 你要懂得去辨別取舌 即是 比如舉個例子 有一個人的話 那條舌很紅色的 那條舌體是很紅的 那條舌體是很紅的 那胎也是黃的 那按照道理來計 因為呢 我們變症呢 就應該變成熱症 但是 他自己覺得 那個病人自己覺得很冷喔 手腳又冰凍的 那我們通過知道 聞診知道 他手腳冰凍 理論上是應該寒症才是 是嗎 比如他 我們之前講過的亡診呢 那個病人縮了一塊 躺在那裡不出聲 那些是屬於寒的 對不對 但怎麽加這條舌是紅色的呢 這個時候應該信哪樣呢 這個時候就要取捨了 所以呢 望蝕呢 雖然可以直觀看到身體的狀況 但是有一陣子 和病人的表現相違背的時候 或者有矛盾的時候 就要懂得有取捨 那這些就要多些看 多些去有經驗了 那這些會慢慢和大家學習的 才知道望蝕的方法 留意的地方在那裡 大概要望些什麽 那這裏剛才都講了的 如果 新的那條舌時間過長 或者比較緊張那條舌顏色會變 那就休息一下再看過 這個就沒有什麽特別的 好 望蝕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有需要的時候 有需要的時候要刮一刮蝕的 用什麽刮呢 通常用棉籤去刮 或者比較簡單少少 就用那個牙籤 不過牙籤就不要那麽尖那頭 那頭 刮一刮那些蝕胎 爲什麽要這樣去試一試呢 因爲有些蝕胎 看上去就好像很厚 但其實不是的 厚的蝕胎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真是厚的蝕胎 它黏在那條蝕上面 就刮不走 但有些胎看上去好像很厚 但用棉籤一刮 就全部刮走了 那這些是死胎來的 假胎來的 那如果真是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那代表是什麽 代表它的脾胃很差 因爲正常來說 那些胎即使厚 它都刮不走 可能會被你刮走一部份 但刮不掉的 即是其實是 你沒有辦法完全刮走蝕胎 有些人說 我一早殺牙的時候 我就順便刮蝕胎 你只能刮走表面那層 但底那層仍然在那裏 我們這裏所講的 用一些面籤去刮那些蝕 如果那些胎全刮得走 那它的意思就是 會留下那個面 就是那條蝕本身的面 就上面那層蝕胎全部刮走 那就是代表它脾胃的功能很差 這個我們叫做毛巾之胎 毛巾的胎就代表胃很差 什麽人會出現毛巾的胎呢 病重病危 甚至臨終的病人 就會出現毛巾之胎 毛巾之胎 它的蝕其實我們有一個名叫鏡鏈蝕 鏡鏡的意思是很光滑的 上面一點東西都沒有黏在上面 那就是有一個特別的支柱 去辨別它那個身體的狀況 那其實這裏 你見到最後一句話講到 涉體明淨光滑 多數虛症 這些就是其實 明淨光滑 我們的術語就叫做鏡鏈蝕 就代表虛症 虛症就是身體很差 哪裏差呢 脾胃功能很差 那這些都是要忘舌的時候要留意的 那還有呢 我們可以跟病人對答的時候 就了解到它那條舌有什麽感覺 有些人覺得那條舌很粗的 或者有些人覺得那條舌有痛 或者是有酸酸麻麻的感覺 那這些呢 它是病人它自己感覺出來 你就是看不到的 你只能夠問它有什麽不舒服 通常他都會說 即是譬如那條舌上的三粒飛支 你當然看得到 是不是 但是三粒飛支 通常病人的感覺就會很痛 但是有些病人 它單是痛的 它又沒有生飛支 那樣東西你就看不到 你只能夠問它 那條舌的話 它有些冷熱麻木痛的感覺 都代表了身體發生一些問題 那我們這個就通過問診詢問去了解到的了 註時行剛才說了一點就是要自然光 自然光線去望診最準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望診就最好不要在吃飽飯 沒有胎的時候去望 即是剛吃飽飯就是這樣的 特別你喝了熱飲 那條舌它會紅些的 那如果它那條舌本身是淡白色 剛剛吃了飯或者吃了一些辣的咖喱 它那條舌它就會發酷 這樣就不准了 或者某些食藥物它都會影響那條舌的變化 譬如有些西藥的話 可能會令到那條舌的顏色變深 那都不是不准的了 那我們都要詢問一下有沒有吃什麼藥 之類的那些東西 這件事都要留意 那還有一些人的口腔 它因為比較特別一點 那比如那些牙齒有些是脫了的 又或者有些傷牙的等等 或者有些枯牙的 它對那條舌的形狀可能都會發生影響的 那這些我們都要留意的 但是整體來說影響不大 那這個就是要主意一些小的事項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望蝕疹的內容 我這裏就大概劃分了兩大部份 這兩大部份大家要記得 要望蝕就先看這兩大部份 第一個就是蝕體 記住 第二個就是蝕胎 那你有一個大體上的概念 你就知道我望蝕 要有兩大部份在望的 不是吧 你都無從入手不知道要望什麼 第一個就是蝕體 就是蝕本身 第二個就是蝕胎 是蝕上邊的胎質 那這些東西首先先進入位置 記住看這兩大部份 那蝕體要望什麼 這裡劃分了好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顏色 第二個就是形質 第三個動態 這三個部份 蝕的顏色就比較初步的望法 跟著就要看那條蝕本身的形質是怎樣的 還有一個動態是怎樣的 那我們一會兒一行行會講解的 那為什麼要望這三個部份呢 主要看到身體的狀苦 氣血的強盛與否 蝕胎呢 又要望兩個部份的 第一個就要望蝕真 還有胎色 胎質和胎色 那大家我不是曾經說用圖表去記的 其實這個等於一個簡單的圖表 那你畫個圖表出來的話 望蝕就要望兩大部份 跟著來說 每一部份又分開望哪些內容 那你才可以有一個框架去記的 這裏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大家要記下的 正常的蝕像的特徵是什麼 這個就要記的 我們終於診斷學有一句話叫做以上答辯 你要判別不正常的蝕像 你首先要知道正常的蝕像是怎樣的 這個正常的蝕像就是六個字 叫做淡紅蝕薄白胎 淡紅蝕就指蝕體的顏色是淡紅色的 胎是怎樣的呢 薄胎 而且顏色是白色的 這個白其實就不像白紙那樣白的 你當它是淡白色的 薄薄的淡白色的胎 那怎樣才可以看到淡紅蝕薄白胎 在我們成年人在座各位身上 會不會看到 一定不會看得到 但是機會相對來說不是那麼高 最高機會看到淡紅蝕薄白胎就在小朋友身上 通常五歲小朋友如果身體健健康康的 飲食是正常的 發育是正常的 那這些多數五歲小朋友的蝕像 就是我們為之正常的淡紅蝕薄白胎 如果有興趣有機會可以看看小朋友的條例 是吧 但是成年人會不會出現呢 都會有的 但是年紀越大的人士出現淡紅蝕薄白胎的機會 就越來越少了 這個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的 人呢 身體經過幾十年的變化 一定是會慢慢衰退 就好像皮膚那樣 你看到小朋友的皮膚 是不是很光滑很嫩的 那成年人的皮膚就沒有那麼好的 對吧 還有會有色斑 顏色都會變化 一樣的 膩都是一樣的 膩其實都是膜膜來的 皮膚 膜膜 道理一樣 它會老化 那老化了的顏色可能就不是原來的顏色了 這個是萬事萬物都是一樣的 好像這張桌子 初時的時候就很光滑很漂亮 用得久它顏色就暗啞了 或者上面黏了一些顏色上去 都是道理一樣的 好 那我們記下這個淡紅蝕薄白胎呢 要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蝕色淡紅鮮明 蝕質呢 是滋潤的 這個是蝕的質地 是比較有水分的 你不要看到它條理很乾 那又不是很厲害 不算是最正常的 是滋潤的意思就是有水分 大小要適中 大小要適中 還有幼軟靈活 那這些呢 其實就說那條蝕體呢 色澤 形態 和動態 就是剛剛所說的 這三樣東西 好了 蝕胎是怎樣呢 蝕胎呢 是均勻薄白 要均勻喔 怎麼說均勻呢 整個蝕上邊的胎呢 無論蝕中或者蝕根 它都是均勻地平鋪一層 薄薄的的胎在上面 那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的胎 很有趣的 那些胎呢 比完這裡少了一塊 這裡少了一塊 這樣 沒有了 或者在這些地方 有些殘缺的地方 那我們就叫那些胎 剝胎 剝落了胎 剝落了的 剝落了的 剝落了胎呢 我們給個名字 它叫做地圖蝕 一個地圖上面 有花斑斑的位置 那有些人的利胎 真的這樣 如果你們留意去看看 那些剝胎呢 是會這樣的了 一塊蛋 那就不是叫做均勻薄白了 好 還有一件事呢 就叫做乾適中 蝕胎呢 很講究那個水分 夠與不夠 太多的水分呢 在那條蝕胎上面呢 就叫做水滑蝕 就不正常的 太少呢 就血得乾的時候呢 就代表身體水分不夠 所以呢 你去理解這六個字 其實背後的含意 真是不簡單的 你怎樣才為之 知道它真是淡紅蝕胎呢 這個無非就要看得多的 看得多正常的蝕呢 你就有感覺的了 在文字上的表達呢 就這樣展開 就幫助大家理解 那這些呢 如果你們能夠記住 就最好 但是這六個字 一定要記住 那如果淡紅蝕胎呢 就代表身體什麼狀況呢 一定就是身體狀氣的機能正常 氣血沖繩 遵逆沖繩 遺氣旺盛 這裏的遺氣大家要留意 這裏的遺氣呢 就講著遺的 授納附屬水谷的功能 就不是我們平時去形容自己的遺 很多遺氣很脹啊 整天好像有些氣弱上來的那些 不是那個遺氣 記住了 中醫所講的遺氣多數就是 講著疲惠的 運化售納的功能 尤其是書本正規書本寫的遺氣 就一定是指這些東西的 我們坊間的術語講的遺氣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形容出來的 很多遺氣頂上來的那些 那些如果真的講到 那些遺氣頂上來 我們有一個術語叫做 遺氣上翼的 就是叫做遺氣 是遺氣上翼 是多了遺氣出來不好的 那這個是重點內容 大家要記住 好 蝕像的一些生理變異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講解一下 所謂蝕像的生理變異呢 剛剛才講了 年幾年齡是影響到蝕像變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裡所講的蝕像是什麼意思呢 蝕像和蝕診有什麼關係呢 蝕診這個診是一個動詞來的 去診察這條蝕的狀況 蝕像呢 這個象的意思就是現象 就是它是怎樣的 我們通常寫蝕像是什麼什麼 這樣就代表了我們看到那條蝕 是出現了什麼狀況 是什麼顏色的呢 還有體質先天的因素也會影響到的 有些人的體質比較弱的話 那那些蝕一定不是淡黃蝕白胎的了 可能是其他蝕的變化 還有一個是性別 男女的蝕略略略都有點不同的 男士的蝕通常會略略粗糙少少的 女士的蝕通常會幼嫩少少的 就好像皮膚一樣的 還有一件事呢 氣候 那這件事很重要 氣候可以影響到一條蝕的變化的 夏季和冬季那條蝕都會有變化 我們現在看到這條蝕在同一個人的身上 它冬季和夏季的情況可能不同的 這件事大家可以留意自己那條蝕的變化 如果你在很細微的地方發現 自己那條蝕都可以變化 講明你觀察蝕就很深入細緻的了 冬天那條蝕它會縮小一點 顏色可能會深一點 熱天那條蝕可能會發大一點 顏色可能會淡一點 或者更加深一點都有可能 這些其實就是熱漲冷縮的原理 所以這個就是要考慮到 我們去看蝕的時候處於什麼季節 那個人是什麼年紀 男還是女 體質強還是弱 這些都是要我們去考慮的 因為這些是生蝕的變移 可以影響到一條蝕的變化 所以這些我們就要慢慢懂得綜合去判斷了 大體上望尼就初步有一個簡介 初步有一個簡介 望尼重點要望哪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蝕體 第二個就是蝕胎 要記住這件事 第二 蝕脹正常的狀態是淡紅蝕白胎 要記住的 還有一些注意事項等等的內容 大家可以課後再重穩一次 你記上來的話 其實重點會記住 還有一些留意的事項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大體上有這個部分給大家一個接觸 講到這裡 同學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想了解的 什麼 哪個字 鋼 鋼色是很紅 深紅的意思 一會兒我們會講一下 還有各種顏色給大家了解一下 之前講的內容大家有沒有不明白 鋼的側邊都看 鋼的側邊 通常比較前一點其實都是屬於深的 深肺的 我們把範圍擴大一點就側邊了 這裡擴大一點 或者這裡的位置擴大一點 就是這個邊是乾的位置 不過我就不想弄得這麼複雜 給大家先記住三個先 其實擴展出來的話 這個尖這些位置都是屬於深和肺的 這個位置是乾膽的 沒有分 大家先記住三個位置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接住下去了 第一個 望蝕體第一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望蝕體的蝕色 顏色 顏色有幾種顏色的 最正常的那條舌就應該是淡紅色 剛才說了 淡紅蝕的意思就是淡紅色 第二個就是淡色 第三個是白色 有些書本就會把淡白色固在一起 其實淡的顏色就是淡紅的顏色 少一點紅色就淡色 如果再少一點就白色 好像一個人的臉色一樣 正常是紅潤的 但有些人的臉色少了一點血氣 就叫做淡白的臉色 但有些人我們形容一個 血色很差的 失血很多的就是淡白色 有些人很難分 所以乾脆二者合併 就叫淡白色 是這樣分的 好 接著呢 紅色 紅色其實就比淡紅色的顏色 要深一點 深了的 淡白色是少了的 少了血色 紅色就多了血色出來 你可以聯想一下 那些顏色會更加深一點 即是比淡紅色 好了 鋼色是怎樣呢 鋼色更加深紅 那有些人說 紅色和鋼色都很難自然區分 那又是怎樣算好呢 那就將那條荔的顏色 二者合併就叫紅鋼色 是啦 是這樣去分的 所以淡白和紅鋼 其實是相對的 夾在中間 這個就是淡紅色 那你可以將淡紅色放在中間 少了血色的就淡或者白 多了紅色的就紅或者鋼 那你就一下子又記了幾個顏色 好了 還有兩種特別的顏色 就是青色加紫色 青色就好像樹木的顏色 就是青色 那紫色呢 就是紅之中又帶有青 那有一陣青色和紫色都很難分 那怎麼辦呢 我們乾脆形把它合併成青紫色 是會這樣把它合併成的 那如果這樣合併的話 其實只有四種而已 淡紅 淡白 紅鋼 青紫 就是四種顏色 就是四種顏色 記了就會一下子 將這七種顏色 即是書本上叫七種顏色 那就記下來了 那我們要知道 知道有這幾種顏色 我又真的觀察到它的顏色 是屬於淡紅色的蝕 那我們要知道究竟身體是什麼狀況呢 淡紅蝕就是正常的蝕 就代表身體的血氣調和正常的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剛剛病的時候 那條蝕的顏色都沒有變化 即是比如一個很健康的正常人 正常來說 他的蝕就是淡紅色的 但是他一早的時候 不小心吹了風 凍傷風 那麼他在這個上午 那條蝕的顏色仍然是淡紅色的 他沒有變化得那麼快的 換言之就是說 外感病初起 或者病情比較輕淺的時候 他那些邪氣 還未相及到氣血狀腑 那條蝕的顏色 那條蝕的顏色仍然是淡紅色的 蝕的顏色是滯厚的變化 滯厚了一些的 不會說一病就即時會變顏色 除非那個病人是中毒 中毒呢 即是比如一些化學品的中毒 煤氣中毒 他那條蝕的顏色即時會變 其實不單止蝕的顏色會變的 嘴唇顏色、臉色都會即時變 有用 有用 沒用 你應該這樣去思考這個問題 你不知道這個病究竟輕力或重 你可以看過這條蝕知道 他這個病重是很輕 應該是這樣去思考 我告訴你輕 但你去判斷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是輕越重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要看這條蝕呢 是不是 這個問題要這樣反過來去思考 記住 這條蝕淡紅色是正常的 或者即使是有病都很輕的 我先講了一下這些顏色 跟著下來再給大家看那些圖像的 好 跟著就是淡蝕或者白蝕 淡蝕白蝕就是顏色 就比淡紅色要淺淡一些 白色偏多 紅色偏少 這裏是蝕像的文字形容 又或者是有一些蝕的顏色 全無血色的 我們叫做酷白蝕 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即是說那條蝕是全部血色都沒有 就真的很少見 即使大出血的病人 那條蝕都未至於說全部白色的 都還是見到有紅色的 淡紅色都還是見到的 只不過就 比淡紅色 不是 應該是淡白色還是見到的 不過就是血氣就少得很緊要的時候 那些白色就顯露得很多 那淡白蝕呢 最主要的狀況就 在中醫的辯證角度來算是 氣血涼虛 氣和血都差了 我們看來淡紅蝕是正常的 淡白蝕呢 就一定首先 先入腦的辯證就是氣血涼虛 就好像一個人的臉色那樣 臉色 淡白色 一知道它的顏色是變白了 就知道它可能失血 還有一件事就是羊虛也是 羊虛它都會出現淡白蝕的 但是羊虛呢 通常人呢 那條蝕呢 還有少少發大了 它這裏後邊拉上一個說法 就說蝕體盤盤 盤的意思是 那條蝕肥了的意思 發大了 這個在形態上的蝕改變了 還有蝕邊有齒痕 這個齒痕呢就是牙齒印 有些印的話 大家看自己的舌頭 你會發覺 那條舌頭的邊呢 有一些牙齒印的 那些牙齒印是怎樣的呢 那些牙齒印是怎樣的呢 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啊 這裡 舌頭的邊呢 舌頭的邊呢 有一些牙齒印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自己的舌頭 這個邊有一些牙齒印呢 所以我們說 跟誰有牙齒印 舌頭的牙齒印 但是舌頭上為何會有牙齒印呢 因為那條舌頭發脹了 發脹了之後呢 人的口腔呢 有牙的嘛 那他口腔的大小 他不會說 因為你的舌頭 脹大了之後 口腔就會變大 不會的 那所以呢 那條舌頭就逼一下逼一下 逼一下逼 逼那些牙齒逼出一些痕跡出來 所以叫做牙齒印 會這樣的 那羊虛呢 他看到的舌頭的顏色 都是坦白舌 但是呢 他通常見到牙齒印 但是氣血兩虛呢 那些病人呢 那條舌頭的顏色 都是坦白色 但是不一定要有牙齒印 為什麼呢 氣血兩虛呢 理論上那條舌頭 會瘦了一些 瘦削了一些 瘦削了一些 瘦削了之後呢 他不會發大了 逼出牙齒印出來 那就沒有牙齒印了 那這件事又可以分清楚 究竟是屬於氣血兩虛 還是羊虛的 這個坦白舌 這裏有個圖給大家看看 坦白舌是這樣的 好 大家可能會 再想看看 淡何舌是怎樣 好了 淡何舌想看看顏色怎樣 沒有問題 我們也可以找圖片 在網上找圖片 就最好的了 又找回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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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淡紅舌 找圖片 這裏這麼多舌 哪一條最像是淡紅舌 給大家看看 這條應該是比較漂亮 這條來的 這條來的 真是淡紅舌 博白胎 這條也算是的 不過這條因為沒有那麼清楚 就看回這條 這條 OK 好 對比我們的圖了 是不是 這兩個舌的顏色 是不是有些不同 當然你說圖片不同 當然你說圖片不同 色澤 光澤 色土 可能都不同 是有些失真 是有些失真 因為圖片一定是會有光線靈音 是不是 但是 正常來說 給我們的直觀的感覺 淡紅舌 你看到它真的有些淡紅色出來 剛剛才 但坦白是不是 坦白是 真的比較蒼白 是不是 這些顏色都是少了血色的 那你就有個比較 好 既然是看了淡紅舌 那我們又可以再穩穩看看 有沒有淡白舌 好嗎 那你就又把淡白舌 再穩穩 坦白舌就是這樣的 這條就會比較明顯的淡白舌 是不是 跟剛才那條就真的相差很遠 這條也是血色少了一點的 這條血色也是少了一點的 這條血色也是少了一點的 好 那就看回我們這裏了 這個淡白舌 就代表皮血兩虛 或者是羊虛 那這裏有沒有牙齒印呢 不是太明顯了 這兩條舌 不是太明顯的牙齒印 牙齒印一會兒 我會有圖寶給大家再看看的 好 跟著有紅舌 跟著又到鋼舌 又看是怎樣的先 記住 紅舌和鋼舌 都是代表有熱的 即是代表身體有熱的 熱就會令到血氣 把那條舌滑在那裏 所以它的顏色就變深了 但這個熱 它有分開虛熱和實熱的 實熱那條舌的顏色 就很深紅色 偏向於紅鋼色 但是如果虛熱 我們叫做陰虛火黃那些 那條舌未必很紅 但是會見到很乾 紅乾的 即乾的意思其實水分少了 會這樣的狀況 那無論它是虛熱也好 實熱也好 大家記住 我們看到紅色的舌 那種顏色就代表有熱的 是吧 那我們去學中醫診斷學 初期都是想要了解一下身體 氣血是否不夠 陽虛還是熱症 這些基本辨證而已 你知道了紅舌 比淡紅要呈現更加紅的 代表身體有熱 好 這個就是有紅舌的舌像給大家看看 這條舌的顏色是否比剛才的坦白色 要明顯深了呢 是吧 這條舌的話 其實顏色都是深的 但你們發覺這兩條舌有甚麼不同 這兩條舌有甚麼不同 這兩條舌有甚麼不同 一條有胎一條沒有胎 是吧 第二個呢 有一條呢 就是有一點點 很明顯的一點點 是吧 這些一點點呢 我們叫做芒刺 芒果的芒 真刺的刺 這兩個字 它其實就是味蕾 那些味蕾呢 沖血漲大了 我們叫做芒刺 紅點芒刺 這兩條舌顏色都是紅色 但一條舌就是我們叫做暖紅 這個是暖紅 這個是深紅 這個有一點點重的芒刺 加上有離胎 如果我們去判證的時候 兩個都屬於熱症的 身體屬於有熱的 但一個就是屬於實熱 這個就一點點那些就有實熱的 小胎這條舌 比較嫩紅一點點就是虛熱 是這樣分的 所以我呢 首先第一步判到是有熱先 跟著下來要判成虛熱還是實熱 這個是紅蝕 鋼蝕是怎樣呢 鋼蝕是顏色更加深紅 都是代表有熱症 但這個熱更加厲害了 因為熱呢 它再發展呢 其實就是火 火啊 就是我們要說 這個人身體有火熱 身體有乾火 它可能出現那些膩的顏色 就是鋼色 鋼色呢 就是深紅色 都是代表有熱的 這個熱就更加厲害了 就是說熱 鋼熱抗性 或者是陰虛火黃 很厲害的 或者入型血 這些都是中醫的 特有的一些病症的發展 是代表這個人的身體很熱 慢慢再發展下去 就會出現那些熱 進去那個血份裡 所以就見到那條舌就深紅色了 會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的 那你們是不是發現到 這兩條舌的顏色都很深呢 一定比淡紅色淡白色的顏色 要深很多很多 對不對 但是而且來說 是不是都發現 這些鋼是沒有了齒痕的呢 沒有了胎的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沒有了胎呢 就因為那些胃火太過厲害了 令到那個胃的功能 都發生了 好像停頓了這樣 所以那些鋼胎又生不出 有些這樣的鋼 它不是刮走的 不是說生牙的時候 刮走那些鋼胎 正常來說 那些鋼胎是不會被你刮到一點都沒有 那這些真的叫鏡面舌 我剛才會叫鏡面舌就是這些 通常呢 就是胃裡面的熱很厲害 那這些病人 我覺得多數是什麼病人呢 如果見到這些鋼 就通常胃癌的病人 胃癌 吸收很差 身體又有熱 就會這樣 就這樣了 那有時候我會覺得 紅色和鋼色很難分開它那個界限 所以我們有時候去形容它那個蝕的表現 蝕像就叫做紅鋼蝕 或者蝕紅鋼這樣去講的 都是代表有熱 只要來講熱的程度去到哪 還有一種是青蝕 青蝕就好像青筋一樣 我們都知道身體有些靜脈 大家如果留意自己的腳 看有沒有一些所謂的靜脈曲張 那些是青色的 那條蝕的顏色就類似這樣 青蝕 青蝕 我們要知道它的臨床意義 就代表什麼呢 第一個身體有寒氣 即是我們可以聯想一下 因為很冷的天氣 人會冷得很厲害 臉會發青的 那條蝕的顏色都是同樣出現青蝕的 還有一種比較特別的 就是身體有瘀血的 有瘀血的蝕像 通常就是青青乳乳的 那這兩個 就是青蝕的最主要的意義 即我們見到蝕怎麼那麼青蝕的 就是要聯想到身體有寒 又或者有瘀血 你又不要想著它是氣虛血乳 不要想著它是那個熱 都不關事 而是寒和血乳 那這些需要記的 記下來 還有要理解的 不是的 到時候被你看到這條青蝕 你都不知道是代表什麼 就是這樣的 青色 即是血色就很少 而且我見到蝕蝕有少少靜脈的青色在那裏 是 是 寒寧陽屈是終於一個術語來的 那我們 簡單點來說就是身體有寒氣 寒入了身體就會影響到身體的 血氣的運行 那有一種氣是陽氣 陽氣被這些寒氣阻礙著 所以這個陽氣就不暢通 就是屈制的意思 所以這個術語叫做寒寒陽屈 其實它的本質就是寒 身體有寒 陽氣就不得運行這個意思 這兩個蝕就清蝕了 還有一種是紫蝕 紫蝕就比青色更加深的顏色 或者是紅色之中帶有很明顯的青色 甚至乎在那條蝕會見到一些紫色的斑點 我們叫做乳點 乳斑點 會見到有的 如果紫蝕見到斑點斑塊 就一定是代表氣血運行得很差 其實原理都是血乳 只不過來講 比青色的血乳更加深 所以我們見到青色和紫色 很難界限分得到的話 就乾脆將它搭在一起說 青紫蝕 或者有乳斑 就代表了身體血乳的程度很深 這裏所說的氣血運行不暢 其實有血乳來的 或者氣血乳就是 這裏是紫蝕 這條蝕的紫色是很明顯的 是吧 你們看到嗎 你們這樣看下去 是不是感覺上有些紫色呢 跟剛才的青色會更加深暗 是有些不同的 那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條蝕的這個位置 是不是有些更加好像暗黑色的位置呢 這裏是乳斑 如果你看實物會更加明顯的 在圖片其實都看到 但實物會更加明顯 就是紫蝕 這個人的話身體的血氣已經很差了 我看過很多癌症的病人 那些蝕多數是青紫蝕 癌症 癌症康復者 或者正在有癌病的人 那條蝕的紫蝕 顏色是經常會出現的 如果在中醫角度來算 就是一定要活血散魚 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血氣行得差 它恢復就很差的 或者它的抵抗病邪的能力就很差的 好 那這些就是蝕的顏色 蝕體的顏色 所以 書本就說了有幾種 但我們把這幾種 就拍在一起寄 其實就是四種 淡紅蝕是最正常的 跟著就是淡白蝕 就是血色就少了 就代表氣血 虧虛了 跟著呢 紅色鋼色可以拍在一起 就代表顏色深了 代表有熱的 跟著是青紫色 青紫色 最主要是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有寒症 身體寒症 第二個就是血軟 一下子就記了蝕的幾種顏色 都是這些顏色 沒有別樣色的了 你說蝕像會不會出現有灰色 或者是黃色 沒有的 沒有那些顏色 但蝕胎就會有 蝕胎就會有黃色 有鶴色 有茶色 灰色 黑色也有 但蝕體的顏色 那條蝕的顏色 都給你記了 所以大家先記了蝕體的顏色 先記著這個意義 如果是越是越熱的話 就越是沒有那個蝕胎 越乳血 就是越熱 越是熱的話 就看到那些蝕胎又沒有 這個未必一定會沒有 有些人覺得 甚至那些蝕胎很厚都不奇怪 蝕胎沒有 一定是代表他的胃很差 胃很差 不一定需要熱才會出現沒有蝕胎的 他寒得很緊要 乳血積罪都很緊要 他都照樣沒有蝕胎的 血氣不順 當然是叫做魚 血氣不順昌 就是氣滯血魚 終於的說法就是 他就是青子蝕 但是可能會有蝕胎的 亦可能沒有蝕胎 氣血的 是不是有魚仔呢 看蝕的顏色 比看胎會更加準確 看胎就看到你的胃出 看蝕胎多數是看脾胃中焦 但看蝕的顏色 剛才我們說這幾種顏色 就是身體的血氣 看這件事 看的側重點有些不同 當然我們結合一起看 就會看到更多東西 你都想在一條蝕上 知道他身體有更多訊息 綜合一起看 你就會看到更多東西 但我們剛才看了蝕的顏色 跟著就要看蝕的什麼呢 有一個內容叫做形質 形質就是形態和質地 這個形態和質地有幾個方面 第一個叫做蝕 第一個叫做蝕 第二個是老暖 第三個就是肥瘦 盤瘦 第四個就是點刺 剛才所說的蝕刺 第五個就是有沒有裂紋 這些都是反映出一條蝕的形態和質地 我們先看看蝕蝕 蝕的意思是蝕的意思就是好的 好像我有個蝕字都是好的 好人 蝕就沒有了 蝕的意思就是潤窄 潤窄 一條蝕 你如果有水分 就代表有潤的成分在裏面 那反過來 那條蝕沒有水分就枯了 好似樹木 你可以留意的 樹木如果有水分之潤 它那些樹葉就生好了 生了健康 如果沒有水分去營養這個樹木 那些樹葉就會落的了 就會枯萎 都是一樣的 所以蝕蝕是好的 枯蝕就不可 那枯蝕得泥的話 可能本身都有缺少一些血色 可能出現一個淡白色 或者青紫色 都有可能的 但那條蝕是乾的 衡量身體的正氣強盛 還有估計病情輕重癒後 都可以從這條蝕的 那個是不是夠水分 可以作為一個初步判斷 還有腦和亂 腦和亂 其實這件事可以這樣去看 就是我們 那些蝕蝕一定是嫩的 好像皮膚一樣 老人家的 那些蝕通常是粗糙一點的 乾一點的 跟皮膚一樣 那這裏所謂的老和亂 就在那條蝕上 會見到那些紋理 質地 是不是粗糙 還是幼嫩 類似皮膚 那這件事是怎樣去看呢 就是我們小朋友 和老人家當然是兩個極端 但我們看成年人 正常的成年人來計 如果一條蝕出現了老的 很粗糙很粗糙的話 就代表有實症的 通常 亂蝕就代表有虛症的 那這裏虛和實 是一個很初步的判證的入門 那究竟是什麽實症 實症其實包含很多的 比如他身體 那些痰俗水飲 加上有血雨 那這些是屬於實症的 那條蝕可能有很多水分 到不了那條蝕那裏 那它便會開始慢慢枯毀倉腦 反過來那條蝕很嫩的 又不是說好事 在成年人的身上見到 那這個時候可能 他身體血氣不夠 都有可能的 我們有一個 判蝕 有一個很經常 會遇到一條蝕叫做 判大暖蝕 判大的蝕 加上暖 那這件事呢 就代表什麽呢 判大 即是肥大了的蝕 加一個暖 會這樣的 或者是簡單來計 判暖蝕都可以 那其實是代表了什麽呢 代表了那條蝕發大了 而且脂皮呢 就好像 暖滑了 那其實身體呢 就是 血氣一個差 第二個呢 有水濕 經常會遇到的 這個就在腦和暖去區別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兩個圖了 腦蝕就沖了很多 粗鞋一點的 給你的感覺 暖蝕呢 就好像滑溜一點 好像皮膚光滑一點 但是呢 你沒見到好像光滑就好 它胎都沒有了 那就虛症了 會見到虛症了 好 那還有盤和收 盤的意思呢 就剛才說了盤大 加上暖就虛症 盤大 就是那條蝕發大了 發脹了 那怎麽為之 脹開了 還是收薄了 其實相對的 一個人呢 看臉型 頭型 那條蝕應該就跟臉型頭型 就相符合的 但如果我打個比方 小朋友那條蝕 五歲的小朋友 那條蝕見到大人那條蝕這麼大 那一定是發大了 反過來 一個大人的蝕見到 好像小朋友那麽瘦的 瘦薄的蝕 就縮小了 是不是這樣 其實相對 那這樣東西當然要看得多 你才知道是否發大了 還是縮小了 那這些是 假如真的見到有盤大蝕 那會怎麽樣呢 多數就是屬於虛症加濕 身體有濕氣 如果有牙齒印就更加是 如果瘦薄不蝕 通常就代表氣血不足 虛症 瘦薄呢 多數就是虛症的了 因爲那些血氣 營養不到那條蝕 那條蝕慢慢開始收縮了 就是縮小了 那這裏就再分開很多樣東西 那你不用理那麽多樣東西 因爲蝕的配搭組合 就千變萬化 這幾乎的 你最知道的 蝕的肥大和瘦薄呢 是相對而言 和一個人的體型面形 相符合正常的大小 但超過了一個人 應有的那個尺度 那條蝕好像 成人出現小孩的蝕 或者小孩的蝕出現成人的蝕 肥大和瘦薄之分 代表一個 虛症 加上有蝕 或者是氣血不足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看下這些蝕 這些蝕是肥大的 這條蝕是腫脹的 你明顯看到這條蝕的話 就這樣給你看 你也知道是腫得很厲害了 肥大也很厲害 其實是腫脹 這條蝕就瘦薄了 但是要留意 有些人的 那些新條蝕就伸得很出的 越伸得出那條蝕顯得越瘦薄 那你要視乎它 是不是真的伸過龍 如果伸過龍 叫它重新再伸過 不是 你不以為它是瘦薄的 其實不是的 通常瘦薄蝕 就真的見到它虛症 那些顏色都淡了 你這樣才可以知道 它是否真的瘦薄 那這條蝕其實就很明顯 應該是盆大蝕 盆大亂蝕應該是 就是我這裏所寫的 盆大監亂 就是這條蝕 你見到它好像很光滑 又沒有什麼胎 好 還有 你會有些胸刺 有點和壓刺 這件事先給大家看了 那條蝕蝕之中有一點點 是不是 代表什麼呢 身體有熱 記住是有熱就可以了 是狀苦的揚熱抗盛 或者是血憤熱沈 那血憤也好 或者是凝血也好 或者是撞苦也好 它們都是有熱 才會令到那條蝕會出現一點點 那這些一點點 其實那些微雷的乳頭增大了 數目明顯增多了 是會出現一點點 我們叫盲刺 或者叫點刺都可以 那是會這樣的 那這條蝕才見了一下 這條蝕也是的 是不是 你看到一點點一點點 這叫點刺 通常就代表有熱 那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特性 看來 見到有點刺、盲刺 就知道身體一定有熱的了 那究竟是哪裏的熱 或者是它的熱 有沒有兼顧其他狀況 就要綜合去看了 但是有這一個點刺 首先你要判證的時候 一定要留一個位 給有熱症這個位 跟著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這樣再一直判下去 好 還有裂紋 那條蝕有些 自己看來的時候 都發覺那條蝕好像有些坑紋的意思 有些坑坑一紋的 會有些人會發覺自己條蝕是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這裏所說的裂紋蝕 多數就是代表什麼呢 有幾樣東西的 第一個就是很熱 身體很熱 水分乾了 就好像那塊地這樣 沒有下雨很多時候 那塊地都乾枯了 出現了 裂了 那些土地 乾乾的時候就會這樣 還有一個虛症 就是血虛的 這個血虛就很重要了 血虛很重要 還有病的時間很長 才會出現一些裂紋的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皮虛濕 身體又濕 理論上 虛症和濕症是不會出現裂紋的 但是極個別的狀況 可能人身體太虛 連血虛都會出現裂紋 是這樣 所以看到裂紋蝕 多數就是代表有熱症和血虛的 熱症是更加多 但是我們可以綜合去判斷 如果一個人真的有熱症 又看到有裂紋 你猜那條舌的顏色是甚麼顏色 紅色或者鋼色 一定是會配合 它的舌的顏色會出現 但是如果是血虛引致到的 舌有裂紋 那條舌的顏色 是不是還是紅鋼色 就不是的了 是坦白色 所以大家要懂得綜合去判斷 它的舌的變化 有些正常人都看到這條舌的 有些同學說 我照鏡的時候看到舌好像有裂紋 那這些裂紋通常是天生的了 有些人可能說 我不是我小時候沒有 後來才有 都有可能的 因為你的身體可能出現變化了 但是你的身體沒有出現甚麼大礙 身體還是健康的 那都會出現有裂紋的 這些是很典型的裂紋 這條舌就很明顯紅了 乾 熱症 這個就熱得很厲害 這條舌不是紅色的 它是青色的 是吧 血虛有寒症 看這條舌就是這樣的顏色 血虛加上有寒症 青色就有寒靈血羊鬱 而且有乳血的 看舌的話 有些人很準確知道身體的狀況 如果你看到這麼特別的舌 這條舌呢 判症其實就更加容易 因為它的特徵性很明顯 它特別有特徵出來 反而有些人身體病得很厲害 但這條舌還是正常 那些才難判 單是看這條舌 是吧 但如果出現這種舌 對他身體的狀況 其實就很容易判斷了 這個理論上是應該會改善的 但實際上那些獵紋 我所觀察到 就真的很難填補 有些獵了我就終身獵了 你說 現在又多幾條獵紋出來了 怕不怕啊 病是不是重了 當然不能夠從這個角度去說 病重了 病可能是很緊的 但獵紋仍然存在 都有可能的 或者淺了可能 但是你說完全好像光滑了 我真是很難見得到 來 朋友給我問 那些獵紋 他們會不會覺得 他們會覺得特別痛嗎 不會痛的 不會痛的 那通常什麼病才會引致這個病 通常什麼病才會引致 身體很熱 或者我給他舉個例子 這條舌通常是癌症的病 也是一個 那裡的癌呢 可能是皮胃 中焦的癌 比如肝膽 皮胃的位置 這個病呢 通常是發燒的病 高燒 持續高燒的病 持續高燒就很多了 比如肺炎 敗血症 還有腦膜發炎 都可能會出現這些 你問我是什麼病 就真的多了 可以想到的病非常之多 但無論它是哪種病 我們中醫的判證角度來計 這個就是有熱 這個就是有寒 和瘀 那你就跟著這個方向 和它去醫 都會啊 因為你太熱氣了 那些芒刺會繼續沖血的時候 就會爆了 就算了 所以生非之外 就是這樣來的 是吧 中間那一條 中間那條通常是天生的 有些人覺得很多時候 這個中間位置 看到有一條深坑 多數是天生的 還有問題 理論上也是的 如果你看到這個 越多烈紋 就代表熱更加厲害 而且出現一兩條 它就沒有那麼熱得那麼厲害 就是理論上是這樣的 剛才你講的 就是你問發燒 或是發燒 或是發燒 沒有發電話 都清不了 嗎 難一點 它看到還是有些烈紋 我估計要很長很長 一段才看到 清掉它 但我們呢 就是好這麼說 我們看完一個證 除非它經常來找你看 半年之後 都仍在找你看 半年都沒有發燒 它都還來的 我才有機會觀察到 它的烈紋 是否走了 沒有了 通常的話 發燒開了藥 它回到家裡 好了就是不來的 那或者它再來的時候 我都不會特地再看它 有沒有列紋 因為這個根本無足輕重 就是在判證裡計 它恢復還 還未恢復 主要它沒有發燒就行了 你還 它是否需要折餵 何必去解懷它 那條列紋 那條列紋 它能否恢復呢 沒意思的 是不是 再看看它的抹印卡 可以抹印卡 通常無關 多數是熱和寒加瘀 唏噓可能會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 但是如果唏噓 他的舌頭可能會發大 有裂紋之餘 它又發大了 它會這樣 這個就是裂紋 接著就是此痕 此痕蝕就是牙齒壓迫出來的痕跡 通常代表皮膚濕性 這件事是頗準確的 看此痕蝕 大家記住有皮膚或者身體有濕 濕性的意思就是濕氣很重 會怎樣的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此痕蝕大概是這樣 這些很明顯是牙齒印 你看到這條舌頭好像中間也有一條裂坑 這些多數是天生的 但此痕多數是後天的 後天形成的 對嗎 我應該都會有這張狀況 那個本來都沒有了 哦是嗎 這個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都有機會的 雖然是有機會的 此痕蝕呢 復原是會比獵文要快的 其實是這樣 即是說 比我舉例 這條是盤大蟹 肥大了 它拱起來 拱起來就好像三隻一樣 即是如果我們在這個立體面來計 即是這個立體面是這樣的 這個中間有一個坑密 捏在這裏 牙齒印在兩邊 好了 這條肥大了這個蟹 但如果經過條蟹醫治之後 這條蟹就變回正常的大小 牙齒印就會復原 就沒有那麼明顯 或者根本看到那條蟹就很圓滑 同時這個坑密 它這條肥大的蟹都會平回 平回的時候 這條坑密似乎是消失了 其實這條坑密其實仍然在這裏 即是我說 如果真的有坑密 其實是天生的 只要是條蟹肥大了的時候 它兩邊拱起來 你看到它更加明顯 但是如果齒痕蟹 多數是後天形成的時候 如果經過醫治之後 那些齒痕它會慢慢變回光環座平環座 即是我們看到這些位置 它就會順滑一些 就沒有一坑坑一坑坑的這樣 這個叫齒痕蟹 那就是代表皮膚濕成 記住了這個 這個就是看形態 你的形狀 質地 還有一個是動態 看你的動態 你的動態 我們新來 新你出來的時候 它會有些表現 譬如你生得容易 是不是很難才生得出 那這個就是動態 是不是 當然我們圖片 就看不到動態 但我告訴你 其實在新你的過程之中 它那個新你 有沒有一些異常 其實就是在看你的動態 譬如有些你 它沒有力的 它傷身也生不到 那我們叫做委軟蟹 通常是什麼呢 氣血很差的人 如果你說 留意到 有一些老人家 他餓床的時間很長的 氣血很差 那這些病人 通常在哪裡會見到呢 那當數都是比較重的 那些病房 那些病症 又或者是那些護老院裡面 那些老人家身體很弱那些 那你叫他伸條離出來 它真的很難伸的 它不是說 一下子伸得出的 那我們這些叫做委軟蟹 那這些你其實都不用看 看他身不身離的了 你看到他 他人都躺在那裡 那你都知道他是虛正的多 是吧 不需要說的了 氣血俱虛 這個委軟蟹的意思呢 因為圖片 圖片的話 它伸到一半 其實很吃力的了 好像這個圖那樣 它更加伸不出 更加伸不出的 還有強硬蟹 強硬蟹是怎樣的呢 強硬蟹跟委軟蟹相反的 他動都不動 動都不動 在他的口腔裡面 動都不動 那大家可以聯想一下 你本身是有什麼作用的 你可以聯想一下 那條蟹如果是強硬了 那他還可不可以說話呢 那條蟹不清 那條蟹不清 這個是黏蟹 是吧 黏蟹的話 就是那些說不清楚的 是吧 那他又吞東西又是差的 那這些病人 通常就是什麼病人呢 喪失了臣子 不可以吃東西那些 那通常就是測胃口 你見到是這樣 那就是通常是什麼呢 我們喜歡所說的病重 病徵重的時候 有些病名就叫做熱入心包 高熱雙瓶 風潭阻落 這些其實所說的東西 就是發高燒 臣子不清或者是中風 那些病人 可以這樣說 如果臣子 亡臣的形容就是失臣 這條蟹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你看那些蟹是不是好像很怪 那樣 這是死胎來的 死胎 死胎的意思是 你用那個臉簽一刮 那些胎就走了 還有 歪邪蝕 歪邪蝕就是歪向一邊 新蟹就伸得不夠正宗 大家有沒有留意 你們新來的時候 通常都會很正宗 沒錯 但是有些人不是 新條蟹歪了 他想勉強生患症都很難 這些通常就是代表中風 還有一個術語叫做中醫術語 鵪飛 這個其實都是中風 一個來講就是小中風 會的 中了風後遺症的時候 有些人會立即行動 很多那些中風 那些病人 他的身條蟹仍然是歪了的 好像棉灘一樣 他都還是會見到 有些歪歪的 那這些就是中風的病人了 不會 再嚴重血液 都不會令到那條蟹歪了 蟹歪了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中風 你問問 如果自分左 會否看到中風 中間調後的左 會偏偏左 理論上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經常加理論上 理論上就是書本上的東西 但實際上我臨床的東西千變萬化 你當它書本上會出現的紀錄 是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偏向左邊的話 就代表它通常是右邊出現問題 因為它左邊的肌力的力量會好些 好像拔河那樣 將它的腿拔過去 是代表了右邊臉坑 或者右邊的手腳偏坑 但是如果在中風角度來說 就是同樣是左側的腦出現問題 是這樣可以分的 反過來也是一樣 但有些事情很怪的 它的腿向同一邊歪的 本來左邊是中風 它反而臉向左邊歪 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就要判斷了 其實判斷是很容易的 看你的手腳有沒有力 同時去看 好 還有一些叫做震動腺 震動腺 給大家一個比較直觀的理解 就是那條腿伸出來的時候 好像震一下震一下那樣 是嗎 你們看到有所謂的柏金信症的病人 是不是手經常震的呢 是的 它的腿伸出來都類似是這樣的 震一下震一下伸出來 這些所有震動的蝕 無論它大雨小 或者是紅雨降 淡白色都好 什麼都好 見到有震 就一定是忠於所謂的乾風內禁 有風 有風邪在裡面 和乾風就一定扯上乾系 就是我們判證可以很直接就知道有風 你知道有風的話當然就要驅風 護乾嘛 就是養乾驅風 自發就是這樣的 你說它有沒有血雨呢 一定可能會有 或者是有沒有血氣不足呢 規虛都可能會有 那你同時又補血氣 或者活血散雨 那些方法一起用 但是這個判證 就一定是乾風內禁 這個走不走雞 我剛才畫的圖是這樣的 如果它的根部那裡 其實主要看蝕胎 主要看蝕胎 蝕尖呢 因為它沒有胎 反而看心肺 你所說的蝕根那個位 它因為有些胎蓋住了 你是看不到它那條蝕的淡和白 正常來說是這樣 所以看蝕根就只要看蝕胎 而不是看蝕的顏色 那你說它本身那條蝕是屬於淡白蝕 那蝕根是不是都很淡白呢 多數都是 但是因為那些蝕胎蓋住 未必看得到 但是我們可以推敲它 一條蝕的顏色 基本上整條蝕的顏色 要摸就是淡白色 全條蝕都是 一米就是全部都是紅光色 就沒有說一條蝕 蝕尖就是紅光色 蝕中就是淡白色 跟著蝕根就是紫暗色 不會的 不會分得那麼一塊塊 極小的 記住 真的蝕一定是有風 虛風 還有一個叫套龍蝕 套龍蝕比較少見一點 套龍蝕就是這樣的 見到有些小朋友動作多多 我們見到有些好像多動症 兒童活躍症 那些你見到的蝕蝕т 蝕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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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蝕的 好像跟你在玩 這些如果見到小朋友 多數是心痴有異 甚麼叫套龍呢 身出又身入身出又身入 什麼叫套龍呢 就動來動去 好像條蛇一樣 蛇的蝕蝕蝕 蛇的舌頭 如果出現小朋友 他的人也是清醒 我們就說這個小朋友 多數是心脾有熱 他人是多動的 注意力很不集中的 那些小朋友 但如果見到一些病很重的人 你見到他有吐龍蝕 那多數是病危的 那些你想看都看不到 這個吐龍蝕最幫助我們去判證 其實對於見到一些小朋友 你見到他的舌頭不由自主 在身體縮去 就知道他心脾有熱 那就和他清心脾有熱 至於病危的病人 你不用理會了 還有一些短縮蝕 短縮蝕是怎樣的 其實他有點強硬 但是那條舌頭向後卷 向後卷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的 什麼人會多見 昏迷病重的病人 當他平睡的時候 他的口會打開 舌頭會向後縮 如果舌頭發大了 向後縮 他會頂住他的呼吸 所以那些舌根 我們叫舌根後序 那些人要快些幫助他呼吸 不是他有可能會出現窒息 舌根後序 這個就是短縮之後 塞住那個呼吸 那個氣度 就會出現那些短縮卷曲的舌 這種情況也是 在危異病人身上才看到 正常人 有一些小病症 是不會出現短縮的 這些都是這樣的 其實有一些頭像給大家知道 其實那些舌頭都塞住喉嚨 吞東西都吞不了 通常病重的時候會這樣的 這個就是望舌體的 望舌本身的形態和動態 講到這裡 其實是舌體這一部分 都講完 我們剛才分類了兩大類 看到嗎? 重溫一下 望舌 舌診的就是舌體 第一個是顏色 七種顏色 書本上講了 但我們可以把它拍成四種顏色 形態就是榮枯 老暖 那些恥痕那些 跟著動態就是伸縮 有沒有歪了之類的 我們望舌 首先看舌體就是看這些東西 最重要就是看顏色 最重要就是看顏色 顏色辨別就會最便捷 和比較直觀 跟著就是形態動態那些 好了 舌體望完之後 就應該去到舌胎了 但是還有一個部分 我們都可以望一望的 因為我們之前看了這麼多 都是看舌面的 那條舌的面 還有一條舌的底 對嗎? 舌底怎麼看呢? 舌底呢 大家可以嘗試做一個動作 用你的舌尖頂上上膜 頂上門牙 後邊那個位置 就是頂上去 打開口 那你自己照鏡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自己的舌底了 那條舌底 那我們看舌底呢 有什麼要看呢? 舌底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看過自己的舌底 有兩條直筆的 一條直筆 你一會兒可以回到家 自己照鏡看 這兩條直筆 我們叫舌下落筆 中醫叫舌下 舌下就是舌底 這兩條直筆叫做落筆 看什麼呢? 看這兩條直筆的形狀 顏色 這件事呢 最好呢 就觀察到心臟 心臟 有些人的心臟 血管塞了 去看西醫照 這樣通波仔 多數要通波仔的病人 他那條舌底這兩條落筆 就是很粗的 還有顏色很深的 這個準確度 基本上達到八成以上 八成以上幾好 因為你單是看一條舌頭 都知道心臟的狀況 那你當然想準確一點 當然去照超聲波 看心臟的血流 血管 又窄了幾百分 當然最準 但是那些貴的 是吧? 中醫的判證 有些很簡單 就可以知道心臟的狀況 如果這兩條直筆 這個落筆 塞得很厲害 那就要快一點 去檢查心臟 所以這個舌底的觀察 主要看落筆的醋幼顏色 是否奴章彎曲 奴章的意思就撐開了 好像靜脈曲張那些 奴章 還有他看周圍 細小的抹落的顏色等等 那除了看心臟之外 還有一件事 奴章的抹落 他看身體的瘀血 都很準確的 都很準確 那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這樣的 我找了大約120例的女士 她們都是有很嚴重的痛經的 很嚴重的痛經 找120例很嚴重的痛經 足足找了四年 才集齊了120例 不容易找的 很嚴重痛經的話 每個女士來經的時候都會痛的 有些沒那麼痛 就不當是一個研究的範圍 是很痛才算是一個研究的範圍 那發現這120例的女士 如果患有嚴重的痛經 她這個離底的兩條落馬 通常都很語曲的 還有很粗很黑色的 反過來的話 我們就知道了 痛經 在中醫的角度來計 她就是一個血魚 塞在子宮 離經的時候 那些經血排得不暢順 那才引起痛經的 同時這些女士大部分 都會出現一些所謂的 子宮內窩二位症 或者是 有一個叫什麼 子宮纖維柳 之類的 那些這樣的 我們叫做瘀血阻滯的症 那經過用了一段時間 活血散瘀藥 調經止痛藥 她這個吃底的落馬 我們計分的 多粗 有多黑色 有多少分支 我們平分的 用平分的標準 就衡量她 醫治之前和醫治之後 那個平分 用了中藥 回血散瘀藥之後 她的痛經當然會減輕的 所以這120例的病人 我用了中醫去調經之後 她的痛經最起碼減輕一半 按程度來計減輕一半 那好吧 如果你說十分痛經的話 痛到她上不了工 起不了身 那些痛經一定要吃止痛丸 但是用了中藥去調經止痛之後 她的痛經減輕一半 那基本上可以上班 當然有些人都炸痛不上班 但是看蝕底落馬 就評分來計 她的落馬評分 基本上都有七成的好轉 我們計評分 就是有客觀的標準 換言之 我們從蝕底的落馬去觀察 一個人 除了心臟有沒有事之外 還可以看到一個人身體的血氣狀況 尤其是女時 因為女時痛經那些多數有血雨 在蝕底的落馬是很有反應出來的 是這樣 那這裏就不一一去講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 這些內容我是附加知識 這裏如果真的講一講一大篇章都有的 我之前曾經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個蝕底落馬 花了四年的時間才搜集到一百二十例的痛經的朋友 其實就是研究這個 好 那就是說 我們看一條蝕 蝕底 包括蝕面和蝕底的落馬 那接著就進入第二個範疇了 蝕胎了 是不是 轉入蝕胎了 蝕胎呢 我們剛才這裏又說了 蝕胎 蝕胎 這裏蝕胎就要看什麼呢 蝕胎的質地和胎的顏色 這裏反而簡單 蝕胎的變化沒有那麼多端 就是你看完蝕體之後 看蝕胎就比較容易了 好 那看蝕胎的話 這個大概上我們要看什麼內容呢 第一個就是胎的質地 胎也會有質地的 它的質地分開厚薄 潤臭和蝕胎和剝裸 這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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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看厚薄 厚薄這個衡量的標準 有一個標準 就叫做 是不是見到底 什麼叫做見底 大家都清楚了 蝕胎就鋪在蝕面上邊的一層 一層東西來的 這條蝕 這條蝕是這樣伸 這條蝕出來 這條蝕尖 我們從側面去看 這條蝕尖 這條蝕中間 這條蝕根 那蝕胎就通常在這些位置生的 是不是 好 我們是不是見到底 底的意思就是看這條蝕底 就是這條蝕本身的蝕體 看不看底 大家可以聯想一下 薄白胎 其實就見到這條蝕的蝕底 但是如果厚 很厚的胎 比如這麼厚 你就見不到這個蝕的蝕底 對不對 就類似就是這樣 比如落雪 落雪的地 如果雪很薄 你看到那個地 究竟是水泥地 還是立青地 還是土地泥地 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雪很厚 你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 甚至乎那條蝕 你都不知道 你走過去 掉下去 會這樣 這個叫做蝕底的標準 那凡是 可以隱隱約約見到蝕體的胎 叫做蝕胎 看不到的 厚的 就是遮住蝕面的 我們叫做蝕胎 那這個你應該懂得分 厚與薄之分 薄胎 可以見到是正常人的 我們淡紅蝕 薄白胎 其實它的薄字就是指這個薄 看到它的利體 顏色是白色的 薄白胎 就代表了正常的狀態 或者是所謂的表症 這個表症的意思就是 病很輕淺 譬如錦步雙峰 一開始的時候 那條蝕還是正常 那當然是薄的胎 口胎又怎樣 口胎又見不到它的利體 那代表是什麼 女症或者病比較重 這個女症的範圍是很大的 多數就是腸胃的問題 腸胃 譬如我舉例子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那些人的離胎通常很厚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有一陣子吃飽了 飲滅了 食滅了 那條離胎特別厚的 你可能甚至乎看不到自己的 那個離底的顏色 那你嘗試刮一刮它 可以刮走一部分 刮走表層那些 但它底的那些你刮不走 那這個是口胎 口薄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代表病的輕重 病的輕重 這個是厚和薄之分 好 這裡大家是不是很明顯看到 離胎的口與薄之分 是不是 這個就是很薄的胎 是有胎的 你不要以為它沒有胎 有胎的 你用放大鏡看到它的胎還是很多的 但這條胎是不是很厚 那有些同學問我 好像這些地方都看到底 那當然啦 這件事就不要說全部都看不到的 略略還是看得到都是可以的 但你很明顯覺得厚與薄 它是相對來計的 但這些是通常食製的 食製 還有身體有痰濕之類 所以才有這麼多胎 才有這麼多胎 還有呢 那條胎呢 水分夠不夠 水分夠就叫潤胎 如果水分不夠乾燥的胎 叫醋胎 這個很理解的 潤胎呢 通常是代表好的 但是過於潤就不夠了 過於潤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身體的水深 多了 那條胎是有反應的 我們叫做滑胎 這種滑的意思是怎樣的呢 如果是誇張起來的話 就是這樣的 你見到身條離出來的時候呢 它胎上面的水 其實是口水來的 會滴出來的 會這麼誇張的 或者是用的術語叫做肉滴 就是生蝕肉滴 就是想見到它 見到有些口水啊 那些 好像要滴出來那樣 但是它當然 它要滴出來的時候 它也即時伸了一條舌 沒有那麼失禮 是不是 滴口水出來 是不是 意思就是這樣 就 見到它是真的很多水的 是會真的這樣 那 跟著呢 有醋 大家應該很理解了 就是水分很少 那些胎很乾燥 那這條是醋胎來的 這個胎是醋的 很乾燥 很少水分 就是給你的感覺是很乾燥 還有一些是醋 即是粗糙的意思 其實醋和醋 依然是很相近的 都是代表了水分很少 那當然啦 這個粗糙的醋呢 它還反映出那些胎的質感是很粗 很粗粒 其實都是水分少 那其實這兩樣東西 就是看什麼呢 看這條胎水分夠不夠呢 代表了身體 我們學過一個術語叫樽液 樽液夠不夠 或者是不是多了 多了又不好的 多了那些東西不一定是樽液的 身體 可能是水濕淡飲都不夠 那些是病理產物 是不正常的 好 先看一下 那這兩條胎呢 是不是很明顯不同呢 這裏呢就是見到水好像多了 這裏叫滑胎 雖然它不算很厚 但是都見到是水分多的 但是這條胎就很明顯不同 很乾的 覺得來又很厚 甚至乎它的顏色呢 都出現一些深焦糖色 是吧 其實就是熱得很厲害會出現這種情況 好 還有一個叫做膩和腐胎 什麼叫膩呢 膩的意思是游膩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游膩的狀況是怎樣 滑散散的 就是滴一滴油下去你的手 你的感覺就是這樣的 好像有些反光 黏膩的意思 這個膩其實很常見 一會兒我給大家看看 尼胎在術語上的形容就是這樣的 粒粒細膩自紋 融合成片 中間口兩邊薄緊貼舌面 啟之不去 為之尼胎 這個就是書本上的講解 其實就給你的感覺 那條尼胎質很細膩 那些質地很自紋 還有上邊好像很多水一樣 好像有層油鋪在上邊 那叫做尼胎 那符胎是怎樣的呢 符胎其實是很理解的 符胎就是死胎 假的 一刮就掉 好像上邊鋪了一層豆腐渣 那樣叫做符胎 符的意思就是符難 符難的東西其實是流不走的 那這裡最主要就是尼胎 尼胎多數是代表身體什麼狀況呢 就是濕氣重和消化不良 就出現尼胎的了 符胎是代表什麼呢 符胎代表消化極度不良 甚至乎腸胃出現了有所謂的翁 翁的意思就是化濃 那當然未至於去到這麼嚴重的 符胎多數就是消化極度不良 很差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尼胎 你會見到那些胎的質地很致敏很綿細 好像上邊有層油那樣 這條胎就不一樣 這條胎你見到一九九的胎堆積在這裏 還有那些質地相對來說是粗鹹些的 這個就叫符胎 那我們怎麼確定它是否符胎呢 就是用棉籤或者牙籤 將它的舌胎刮一刮 看慣慣刮得甩 如果刮得甩 如果刮得甩 胸白了一塊舌面出來的話 那些就是符胎 那如果刮甩掉了 這條舌就成為鏡面舌 就是這樣 但這些胎你習慣不走的 你用牙刷去刷它也刷不走的 可能會刷薄一點 但第二天它就會生出來 那條舌仍然是鏡面舌 就是這樣 所以這條胎是很多人看到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遺漲氣 消化不良 或者那段時間身體有濕氣重 所見到的胎多數都是離胎 你們自己觀察一下自己 這個挺準確的 還有一個叫做剝落胎 剝落胎我們簡稱叫做剝胎 或者有一個術語叫做地圖蝕 地圖蝕就是好像一塊地圖一樣 中間有一些地方就是海洋 有些地方是陸地 反正是出現不規則的圖案 這叫做剝胎 剝胎的意思就代表了身體 一個胃器就比較差 那些胎就不均勻地生出來 有些地方生得到 有些地方生不到 或者一個人的血氣比較差 還有一種極個別的情況 有些人天生是剝胎的 我都見過很多 小朋友多 他新的舌頭出來 他舌頭真的一斑一斑 那些天生就無法計算了 那些多數就是先天的脾胃是差的 這個也挺準確的 看這個胎 會怎樣的呢 是這樣的 是否大家見到這條胎呢 這裏脫了一塊 這裏是不是脫了一塊 那裏不是選了 是胎沒有了 所以一見就見到舌頭 這裏也是的 這裏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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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的 前幾天我才見到一個男士也是這樣的胎 那個男士生得很高大的 1米8多的 很高大 但想不到那條舌頭就是這樣的 好 一問下去就知道 他從小有病的 從小有羊簡症 羊簡症大家知道發羊雕 為什麼 還有其他狀況都不是太好 那他舌頭就會出現這樣的 所以有時候不能單是看外觀 看他的身體狀況 一定要綜合去判斷 看條舌頭 問身體的狀況 那你才綜合得出 原來真的會有身體的血氣差 胃氣差 這個叫脫落胎 又叫做地塗舌 是 那如果是那個症狀改善了 那是不是會變回正常 如果是天生的話就難些 如果本身是胃氣差 或者是血氣差 改善了之後 那些胎會有均勻的三個 都會恢復的 好 還有一個真胎假胎 真胎假胎 我們用一個術語去形容它 就是有根和無根 有根的胎就是真的胎 無根的胎就是假的胎 其實就是負尼的胎 一刮就脫 那些是假胎 那些叫做無根 無根的意思就是種不下去 正常來說 那些切胎就好像那些草皮一樣 生了根下去 那就叫有根 但是如果是無根的胎 你一刮走它之後 就成為鏡鏈蝕的時候 它就是那些假胎來的 那這個其實很理解 好像那些草皮一樣 你生得穩 那它就 風吹雨打 它都還在那裡 那這個無根胎就代表遺氣很差的 我們通常的形容就是一個人的遺的功能 授納附屬水的功能很差 所以它沒有辦法產生一些營養 產生一些遺好的營養輸送到那條舌上 所以它又生不出舌胎 之前三個一層那些 因為時間長了之後 那些無根 隨著飲食或者是狼口那些胎 那些胎就慢慢地清光了 生不出舌胎出來 那所以舌胎就會出現鏡面蝕 是會這樣 那這個就代表了 遺氣強盛與否 和病勢的順逆 如果我們見到一個病重的病人 見到他的舌胎都鏡面蝕 生不到胎出來 或者見到上面有一層 似乎是腹胎一刮就刮走了 那你都可以判斷到 這個病人基本上就很差的了 未必可以有逆轉好轉的機會了 那當然他一時可能是未死得的 可能還會拖很長時間一段 但代表他的身體就 復軟的機會很差 那這件事呢 可以看離胎知道 是吧 我們要看症的時候 不單只看他目前這一刻 還要判斷他將來的狀況 有沒有機會復原 復原都好不好 都可以看離胎知道 所以終於可以看到很多訊息出來 這個蝕蠢 有問題 對身體有什麼作用 其實沒有太大作用 離胎 但是可以這麼說 離胎太厚太多 就只要影響美國 是吧 但是你說他對你的身體有很大影響 也不至於 正常的薄白胎對身體有沒有幫助 也未必有很大幫助 但是他反映出圍的狀況 影響了身體的 就是 從離胎離的判斷 終於我們講到後天之本 這個脾胃的狀況 是從這個角度去看東西 這是假胎 一刮一刮一刮 這是假的 毛巾之胎 好 還有胎的顏色 胎的顏色是怎樣 胎的顏色有幾種 第一種是白胎 白胎是正常的 記住 薄白胎是最正常的胎 但有些不是 有些是口白胎 口白胎就不正常了 如果他真的有病是怎樣 假如我們說正常的人是薄白胎 但有些人覺得他都有病的時候 初期他的胎都是沒有變化到的 顏色仍然是薄白胎的 那這種病 初期的病 通常就是一些很輕的外感相風 我們叫做表症 還有一種叫寒症 外感風寒就是表症加寒症 那時候的胎還是白色的 記住 絕大部分人的胎是白色的 原始的胎的顏色也是白色的 當他有了外感風寒的時候 他這個胎仍然是白色的 但是如果胎由白色轉成黃色 就不是寒症的了 可能是熱症的了 所以接下來胎的顏色 如果出現黃色就代表熱症 記住這件事 如果有些人是外感相風的那些很輕輕的病 他通常初期的時候都是白色的 過了兩三天之後 你再看看他的胎 由白色變成黃色 那就不是寒症的了 也可能未必是表症的了 就可能是女症或者熱症 他一步一步發展 那這裏還有一些是薄白潤 薄脈乾薄白而滑 多數就是兼合在一起的判症 這裏你們有興趣就可以看看 沒有興趣的話就可以都不記得 但必須要記得白胎是正常的胎 薄白胎是最正常的 當一個人如果有病的時候 仍然是白色胎 就代表了這個人的身體 這個症是輕的 是輕的 還有他感受那些邪氣是寒邪 而不是熱邪 記住了 我們外感六淫之中 他有幾個邪氣的 風寒暑濕粗火 你看看 寒熱之分 就是寒邪入了身體 他的胎仍然是 他之前正常的白色胎 但是如果一開始看到他的胎 是黃色的話 你就可以判斷 他這個外感的邪氣 不是寒邪而是熱邪 這個是判證的一個辨別 好 接下來的話 可以再看看這個白胎 白色胎不需要多說 剛剛才看了很多 黃胎是怎樣呢 黃胎呢 就是熱症 記住了 熱症是黃胎的主要的症 或者有些女症 女症就複雜了 女症是很複雜的 那不用管它 反正我 要求你們去記住的話 黃胎就代表有熱症 那你就知道了 那有一件事例外 有一件事例外 有些人喝了咖啡奶茶 那些胎就由白色變成黃色 那這件事就要辨別清楚 這件事叫做染胎 染了色下去 那你要問的 其實你有經驗看得到的 那些染胎呢 那些黃色呢 很均勻的黃色 就多數染胎 我們所說的黃胎呢 它是沒有那麼均勻的 有些地方淺一點 有些地方略深一點 那才是黃胎 自然的顏色 那這裏分開好幾種的淡黃胎 深黃胎 黃燥胎等等 所有的胎 如果按顏色去區分 都是黃色 都是熱症 或者是鋁症 那究竟是什麼鋁症呢 這裏多了 那就不展開去解釋了 反正記住是熱症 那這件事其實好記 胎的顏色 無非就是白色加黃色 是不是 白色就是正常的 或者是寒症 表症 黃色就是熱症 或者是鋁症 那就好記 就做個表出來一下才記到 好了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胎 這個黃胎 這些黃胎 很明顯是黃色的 還有一些灰黑胎 這些是特別一點的 灰黑胎 灰黑胎是怎樣的呢 灰色或者黑色 或者兩種合在一起 那代表什麼呢 身體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熱得很緊要 一個就寒得很緊要 那究竟是哪一種呢 要看那條舌的顏色 如果熱得很緊要 那條舌的顏色 究竟是紅色還是青色呢 紅色的 紅光色的 記住了 我們看舌的雖然拆開來講 但是真的看的時候 你要看舌胎 和舌的顏色 如果是熱得很緊要 那條舌是灰黑色 對嗎 好了 你看舌的顏色 本身只有紅光色 你剛才講的 是不是 好了 反過來 如果我說這個人的話 舌胎都是灰黑色的 但是舌是青紫的顏色 你可以判成是熱還是寒呢 寒症 這個時候 看舌的顏色 會更加比舌的顏色 會更加真實 所以舌的本身的顏色 淡紅淡白 紅光青紫 是比舌的顏色更加直觀的 舌呢 它有一陣子是假的顏色 又好像我剛才這樣講 喝咖啡奶茶的顏色就變黃色了 灰黑色 有些人呢 在舌胎也會灰黑色的 但是人生歐歐好地地 因為它就有幾聲咳 含了幾粒叫做吳宮苑 那舌胎就灰黑色了 有些人的喉嚨痕癢 如果含少少八仙果 那舌胎又灰黑色了 所以要搞清楚 究竟是不是這樣回事 記住了 灰黑胎就是 一脈就熱 一脈就寒 兩樣東西 其他的配搭 你們了解就可以了 這些真的叫做灰黑胎 這些就不是染色上去的 是真的這樣的 那這條舌胎偏寒 這條舌胎偏寒 這條舌胎偏 你看到它大家是灰 或者是黑色 但是舌胎的顏色有些不同 這條是偏暗紅色 這條是偏青紫色 這條就是寒 這條就是熱 這條就是看胎的顏色 四種顏色 簡單一點 再細分一點的話 其實兩種 最上面是兩種 一種是白色 一種是黃色 灰黑色其實很少見 除非它染色上去 你們所見到灰黑色的胎 其實不多 那學到這條的話 起碼你也知道 看胎胎 知道有寒和熱之分 有寒如果真的有熱的話 寒熱之分 在胎看的顏色 也可以看到 是不是淡白色 還是青色 還是紅光色 那你要綜合去判斷 所以下一堂我會再跟大家講講 怎麼去中學去分析 還有怎樣才能看得準 這個就是 當是今堂的總結 在下一堂再跟大家講講 今堂就到這裏 中間我們沒有休息 就可以早一點下課 看看同學還有什麼問題 這個也不鼓勵也不反對 除自己喜好 沒有所謂的 這個 因為你胎女工身 對身體沒有太大影響 你吞了下去 即使你不用刮它 過一段時間 新陳代謝 它表現那層自己會脫掉 或者隨著食物吞下去 都沒有問題 多數是 可以講 即是如果你說概率 如果盤大蝕 可能超過八九成 都會有此行的 可以這樣講 但不是說100%都會出現癡癢 一樣是一樣的 這裏所說的氣虛 其實它的範圍很大 其實皮虛 其實是指皮氣虛 氣虛的一種 其實只是說一件事 但濕重 是皮氣虛了之後 身體的濕氣化不開 才會出現濕重 我可以說這個 別吃了 你讓我來吃 不錯 所以我把它變成一件事 一件事 我們說不定 是很正常 那就會有些小的 不是很正常 像是一件事 所以我 bound 是一件事 但是我會去 是一件事 但是我會去 那些水 不是很正常 是有些什麼